台中市今天清晨五点多 在公学路发生一起火警 公寓七楼冒出熊熊火光 警销货报赶到现场洒水灌旧 索性当时屋内没有人受困 至于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厘清 大楼公寓七楼的窗户 窜出浓烟火势猛烈 消防局派出四个分队 前来还出动两台云梯车洒水灌旧 索性这场火警没有造成伤亡 而详细的起火原因 有待消防局调查厘清